圆明会21号的上午在美轮大班店 办理了111学年度 曾经市主语教学幼儿园计划年度表扬颁奖典礼 由圆明会主密王美平颁发奖项 并颁发了11位的主语教保评书 111学年度曾经市主语教学幼儿园基优人员表扬 以及基优家庭基优教材教具奖 协同教保园人员奖 基优主语教保园奖 曾经市主语教学幼儿园奖 共有50组团队以及教育人员受奖 也要代表主委特别恭喜今天所有的得奖者 还有我们11位新聘的教导员 大家共同齐心为传承族语牺牲奉献努力 扛起传承族语的使命 这是非常好的典范 圆明会十年前就开始推动 曾经市主语教学幼儿园的计划 102年当时我们才22班 到今年我们已经来到了64班 全国有13个族群 21个语言别共同参与了这个计划 现在曾经市幼儿园的学生 小朋友已经超过1200位 我在这里要特别谢谢 曾经市主语幼儿园的园长 还有主语教保园跟协同教保园 因为大家的付出 让更多人有能力学习自己的族语 主密表示 圆明会自102年起 推动曾经市族语教学幼儿园 推动学前族语文化 从开始的22班 到目前已有64班 含13族21个语言 服务学童达到1200人 并且表示 是行政院通过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 5年投入72亿 来附赠原住民族语言 未来目标将增加 曾经市族语幼儿园达到80班以上 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学习族语 记者林杰 华林市财博报道